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答案是10月末 当然我猜的 当然我不是瞎编的 而是根据苹果给出的信息猜的 在上个月的时候 苹果对于媒体以及供应链给出的一个发布时间 就是说今年的苹果将会推迟 注意他所说的原话是推迟几周时间 什么叫几周呢 一般来说这个所谓的几好像是不超过10周 所以我们推测可能是在10月末 那么iPhone 12的话 由于它不光是有iPhone 12 还有12 Max 12 Pro 12 Pro Max 12 Pro Max 5G版本 所以很有可能这五个产品 共同召开一场发布会在10月末 是不是120赫兹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呢 说iPhone 12和12 Max 也就是第一架版本的iPhone 可能不是 就是它最高的那个版本 就是最最高 就是卖元万元的那个版本 应该是120赫兹的 iPad Pro的话你可以考虑购买 但是iPad的话现在千万千万不要购买 对吧 这咱们已经说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时间节点算 下半年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吧 苹果有可能会发布一款iPad 所以我不建议你现在买前面那一代 当然iPad mini一道还有点有点可能 毕竟发的时间不长 今年的话情况 当然会有一些稍微点特殊 因为疫情方面的一个影响 各大厂牌呢 在上半年的时间都有所推迟 一家八T的话呢 显然也会有所推迟 就是你只要按照之前的那个时间 往后推半年六个月的时间 其实也就可以了 那么近期的话呢 一家在海外上市了一款终端的产品 什么时候在国内上市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 所以呢 我个人建议啊 你可以 就是如果你想等的话 那么等的时间是会要稍微长一点的 今年的话呢 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 是应该会在国内上市的 而且上市这个版本呢 是一个全面升级的版本 去年的4G版本 今年的将会是5G版本 如果当年你曾经用过摩托罗拉的那个V系列 V3也好 V8也好 V9也好 曾经用过这个系列的话 你就会 有情怀 这是不奇怪的 因为当年确实这个产品呢 是极为出色的 那么它在多年之后能够复刻的话呢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款产品 那么你问我 值不值得去购买二手 如果是去年的产品 你只需要考量你能不能接受4G 就可以了 那么根据魅族在上半年发布魅族17的时候的 官方的说法 就是他们并不会去推出 明白什么意思吧 就是下半年不会再推出 当时咱们就聊一聊 说这个魅族能应对 今年下半年那么一大堆的竞争对手推出的小龙86plus的机型吗 然后后来当开始有小龙86plus机型上市的时候 大家纷纷在魅族的微博下方去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个事情 就是今年高通 对于86plus在中国区 国内的发布 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延迟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近期上市的这些高通系的旗舰机型 在下半年上市搭载的还是小龙865 魅族高兴了是吧 我们怀疑魅族提前得到了什么消息 提前知道了原来竞争对手下半年也没有plus 那你说是不是值得购买 时间上还好吧 就是本代产品上市 也就是一个多季度的时间 那么根据魅族的计划来说 再快再快 也要是明年上半年再推换代出的机的产品 也就是说你现在购买的话 不会面临下半年魅族马上推心机的问题 并不是同一天发布同一天上市 而是发布之后大概要一周到15天左右 中国不出意外的话 不出巨大的意外的话 仍旧会是首发地区 全球其他地区的同学可以找我们 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可以帮你代购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苹果可能会推出大的头戴式耳机 就是Studio 目前得到的这个消息来说的话 很有可能是它有一些小小的黑科技 第一个降噪更强 就是之前AirPods Pro在小耳机里面 已经是一技绝尘非常的强 那么今年亲的这款可能降噪更强 第二个有个小小的黑科技 就是它不分左右耳 就你这么带也行 这么带也行 自动检测你耳的形状 来判断你是左耳还是右耳 当然这点是推测 价格不会便宜 比现有所有的都再贵一些 应该会上探到3000元左右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路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不是 那么根据黄英每一年的变化 它门家的MIT系列 会首发自家的旗舰处理器 而P系列会在影像系统方面更进一步 所以显然是明年 2021年的华为P系列 将会最后搭载 麒麟9000系列的处理器 如果美方的大选 结果是那个的话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